现在经常听到一切合法 完全合法 这些冠冕堂皇 不存在错误 听来没有语病的话 都忘了合法只是最低标准 忘了立法背后的原意 合法就好 就是马克思韦伯说的工具理性 一切行为都被工具所束缚 都被流程所绑架 也像男权斩猫中的猫 他绑住了和尚们的求道之心 自认在更高境界的老和尚 斩下猫头 也斩断了小和尚的熟念 但斩猫之举 烧了金戈士本身也是行事 人就是巨大的世俗框架 大家好 这是名著导徒第八讲 今天还是要讲严肃的话题 还是金戈士 还是那个挖得不够深的三岛游记夫 他的金戈士中用一个禅宗公案 就是男权斩猫 反复在第三章 第六章第八章三个地方 去探讨论证 烧了金戈士的必要性 所以一只倒霉的猫 延伸到1950年小和尚的柱牙 净由拔掉的柱牙 他去发现金戈士不存在的必要 简单说明一下男权斩猫的故事 就是一群小和尚看到一只 也许可爱的猫 争抢着要养 男权老和尚拿刀抵着猫头说 说说看 如果你们都得到了 猫就得救 否则猫死 结果是斩下猫头 接下来是男权的徒弟 邵州和尚回来 听了这件事以后 就把脚下的草鞋 带在头上走得出去 故事很简单 但千年来引起的讨论很多 因为禅宗从不明说 明说就不是禅了 猫到底代表什么 什么是得到 头顶着草鞋又是什么意思 猫就是一种形式 一切合法也是形式 但这些形式呢 框住了在事情中 不得不有所作为的人 蒙蔽了以求道为己任的 亲近的人的和尚的初心 貌似一种诱惑 所以为师的老和尚 可以斩断猫头 为合法而法是不得不为 我们不可以 非法乱行 一般人只能先求合法 所以呢 低标成了高标 成了唯一标准 这样的口头禅厅太多了 其中有多少合法不合理呢 很难细究 我们也只有在电影中 还会去看到那种 稍微不合法 去追求合理正义的情节 现实中是没有的 小和尚眼中的金格式 也就像那只猫 是可以被处理掉的 怎么样由被斩的猫 去联想到金格式呢 是经由蛀牙 我目笔了笔木这草的长度 然后试着插进浅盘 答到 南拳斩猫这则公案吗 它在我们的人生里 经常会幻变为 各式各样的形式出现 同样的公案 每当我们在人生的转角 和它相碰时 它的姿态和意义都会改变 那是很令人感触多端的公案 其真结就在南拳和尚 所斩的那只猫在作怪 你知道吗 那只猫很美 美得无可形容 金色眼睛 鲜长艳丽的绒毛 它那小巧柔软的身体里 好像把这世间 所有的快乐和美感 弄成弹簧形一样 卷长其中 除了我以外 后世的注视者 大抵都保 猫是美得结晶 这点遗漏了 但这只猫好像故意似的 突然从草丛中窜出 眼睛散发结晦的光辉 被逮住了 因此而演成两堂之争 为什么呢 因为美并非属于任何人所有 它可委身给任何人 美这个东西 到底该怎么比喻呢 对了 它很像蛀牙 只顾自己的存在 不惜牵连到 刮痛舌头 痛得忍受不了 最后只有找牙医拔掉 当你把那沾着血 置得合设注尺 瘫在手中一看 难免会难难说到 就是这个小东西在做怪吗 使我疼痛 使我不断地想起它的存在 在我体内 盘踞不去的东西 如今也不过是死物而已 这两者 果真是相同的东西吗 实在令人难信 如果它原本存在我的体外 那么 它是由于什么因缘 而和我的内部连结 成为我疼痛的根源 这家伙存在的根据在哪里 在我的体内 意为它本身中 不管如何 我手掌上的小玩意儿 已经成为其他的东西了 绝对和疼痛无关 美就是这样的东西 你认为如何 所以 展猫犹如拔去使人痛楚的蛀牙 把美剔除出去 但这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谁也不敢断缘 因为美的根源永远不会断绝 即使猫一死掉 它的美丽也许并没有死 只有赵州了解 除了忍耐蛀牙的疼痛外 别无解决之道 他为要暗示他师父解决这件事情的态度 太过鲁莽 于是才把草鞋顶在头上 伯木不愧是高明的注释专家 解释得头头是道 但我总觉得他止伤骂怀 他洞悉我的内心 借公安以讽刺 我世世未缩犹豫 我开始惧怕他起来 长时间的肩膜也很难过 于是我进一步问到 你是属于哪一类型呢 南拳和尚型 还是赵州型 这很难说 到现在看来 我是南拳型 你是赵州型 但说不定在哪一天 你会变成南拳型 我则成赵州型 这座公安和猫的眼睛一样 经常会变化 以上所说的蛀牙 是由内到外的痛感 有了痛感才需要拔掉 蛀牙每个人都痛过都有过 这是因为有痛觉神经的存在 才会去形成牙医的巨大市场 这跟金格式有什么关系呢 小和尚是心理上的痛觉 只有敏感的小和尚 因为各种累加的自卑 自残行贿之下 金格式的完美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嘲笑 我想说 听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丑陋 样样不如人还想当我的住持 这样子的嘲笑不断刺激着小和尚 小和尚也是很痛 于是小和尚决定要拔牙 烧了他 现在人在面对这个法律 道德各种绵密规范无所不在的世界 我们很难也不能够去对什么不爽就去毁了他 当然不是每件事情都合法不合理 但恰恰就是因为没办法每件事情都分得清楚 更让一切合法的四个字背了黑锅 我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我作为散户 我都可以有公开的讯息判断 大同公司大同集团对广大小股东是如何的恶劣 可以18年不发鼓励 不论赚钱与否 有钱尽量长 完全合法 但是不道德 无利的小股东只能每天 每年 循着法规形成市场派 对公司派造成压力 当然我没买过大同集团的股票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慢性病及慢性自杀 就是所有恶果都是一点一滴累积的 我们都活在这个没有解药的经济怪兽的毒瘤之中 斩不掉也出不进 因为我们都已经在一个全球化的共生体之内 回到男权斩猫 男权斩猫中爱猫的和尚们其实没有错 爱美不行吗 也许男权认为不能开先例 只要有了小小的放松 就会逐渐的不可收拾 那我想到有另外一本意大利小说叫玫瑰的名字 也不错看 也有同名电影 史恩康纳来演的 大意是说14世纪初一个方济会修士 去一个修道院 要去调查多起离奇死亡的案件 最后查到是跟图书馆中 关于非基督教的古典书籍有关 原来是老教士不希望年轻教士去读亚里斯多德的书 尤其是那些会让人发笑的喜剧 因为他认为笑是让肉体脆弱腐化 指向堕落的表现 只要这个趋势形成 总有一天大家会忘了基督 会忘了身为教士必须严肃的望向天国 在这个神圣任务之前 笑是轻浮的 所以老教士认为此理不可开 他就在书的内液涂上毒药 谁看书时间越久就死得越快 男权和尚就像玫瑰的名字中的那个老教士 付诸行动 严格认真的斩下猫头 告诫小朋友们不要心服气躁 不要被事物的外表框框所限制 这个故事还有尾巴 就是赵州和尚最后顶着草鞋的举动 常见的解释是 斩下猫头没有用 人心依旧向着诱惑 小尚却一直着迷于男犬的行动 算了吧 别死不认输 伯木嘲笑道 告诉你 只有认识才能使这个世界改观 把世界在不变的状态下使它改变 以认识的眼光来看 世界是永远不变的 也是永远变动的 也许你会问 说这些话是何用意 我们不妨说 为了忍受难耐的生存 人类才具有所谓认识这个武器 动物便不需要 因为动物没有忍受生存之类的意识 只因生存的难耐 认识才成为人类的武器 但难耐的程度并未因此而减轻 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忍受生存的难耐吗 没有 除非发疯或死亡 使世界改变的绝不是认识 我不由冒着口白心机的危险答辩到 只有行为才能使世界改变 别无他法 我沐沐冷带冰冷的微笑 反驳道 好啊 终究说出你的高论了 不错是行为 但你不以为你所喜爱的美好东西 是被认识所护卫者而酣睡不行吗 以前我们谈过男拳斩猫 它是美得无可形容的猫 两堂和尚之所以发生生殖 就是因为在各自的认识里 都想保护、养育他 哄他睡得甜甜的 碰到男拳和尚是例行主义者 所以干脆一刀两断把他斩掉 随后而来的赵州把草鞋 搁在自己的头上 此举的寓意不外是说明 他了解美是在认识的守护下而酣睡的 但此中所谓的认识 不是指个己的 而是群体的 是人类一般存在的形态 如今你在效法男拳了吧 美好的东西 你所喜爱的美好的东西 那是人类的精神中 委托于认识的残余部分 是剩余部分的幻影 是你所说的忍受生存的 其他方法的幻影 可以说本来并没有那些东西的 话虽如此 但认识却可负予 这幻影予以现实性 并增进其力量 一切的美 诸如女人 妻子 等 对认识而言 绝不能予以畏介 但和认识结合后 却会产生某些东西 虚幻缥缈 像破墨式的不切实用的东西 那就是一般人所谓的艺术 美是 话刚出口 我就要口机起来 这是脑海默然生起一种怀疑 莫非我的口机 就是因为美的观念而产生 美现在是我的仇敌了 美是你的仇敌 博木瞪大眼睛 兴奋的脸上恢复往常哲学性愉快神色 真想不到你会一变若此 再让看来 我也非把我的认识官圈矫正一下不可了 以上的讨论在第八章 小和尚已经决定要效仿男权 烧了金戈士 行动之前又是在与这个博木谈话中 再一次提到男权斩猫 博木认为 美是认识之后的残余 也就是群体意识之外 那个多出来的部分 白话解释就是 小和尚你想太多了 那个多余的东西在敏感的人看来可能是美 才会成为艺术 金戈士就是这个时候讨论当中 多出来的艺术 但大家觉得 小和尚觉得这种美 相对于自己的口级 其貌不扬等等 就是我的仇敌 是横在他与世界之间的障碍 再回到赵州和尚头顶炒鞋的举动 我们认为忍耐就好 何必本末导致 忍耐力也是一种修行 至于本末导致 我有两个解读 第一个是直接的字面解释 就是求道之人 怎么可以执念于一只猫 包括南全自己 都被美丽的小猫所困 那个本应该是视猫为无物 末就是杀了猫 所以本末导致了 第二层的意思就是 南全的话其实说反了 应该是众人得到斩猫 众人不得到猫活 因为道不可言 本来就是说不出来的东西 假如你举手说 我得到了 恰恰表示你未得到 所以众人说不出来 猫被斩 如果没听到可以到位去再听一遍 得到不是靠说的 而是意在言外的表达 所以赵州和尚听了这件事情没有说话 用头顶炒鞋来表示 南全就说 如果你在的话 猫就活了 所以这样也是一种本末导致 这样子在整个故事的解释上 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至于杀生这件事情 要回到金格式所属的灵济中来说 灵济中创始人 易玄禅是最有名的一句话是 逢佛杀佛 逢祖杀祖 逢罗汉杀罗汉 逢父母杀父母 当然不是真的去杀 而是要破除一切 不被幻象所绑住 幻象包括佛祖 也就是不该为佛而佛 不该为什么而为什么 为佛而佛是 那个佛就会成为框框 成为一切合法中的那个法 为什么而做什么虽然没有错 但易玄禅是提点的是 真正的求道 是要赶走一切法杖 空无一物 才有真正的道 连说出来的话都是多余的 如果看一下禅宗世系表 就可以知道 南拳跟易玄的关系 宇记中在南宋的时候 传到日本 在日本是很大的禅宗分支 所以难怪一脉相承之下 以杀身为内容的 南拳斩猫公案 在日本非常有名 也才会有那么多的 历朝历代的画家 留下以斩猫为题材的这些画 三岛游记夫本身并没有真正的学佛学禅过 他只是在听到金戈寺被烧以后 去庙兴寺住了一段时间 收集写作的资料 庙兴寺同样也是灵迹中 南拳斩猫自然在这些寺庙中作为教材 也被三岛游记夫拿来在小说中 作为小和尚沟口不断论证烧掉金戈寺 必要性的背景材料 最后说明一下 我看过至少三个版本的金戈寺综艺本 我觉得艺的最好的还是年代最久远的 志文出版社 我手上这一本是1973年出版 艺者是陈梦宏 以上两段都是曲子这本 看三岛游记夫的文字真的是又怕又爱 爱的是他太会玩文字游戏了 沉重厚实很有感的冲撞着 每句话都像有很多层意思 需要细心品味 怕的是品不出看不懂该有的味道 在这个像大山的文字之前 去辜负了他的优美 金戈士纪三岛游记夫 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以后看看点月亮再决定是不是要继续讲金戈士 谢谢